科研人员被萎缩技术缩小 驾驶核潜艇进入病人体内 为病人进行微创手术 今天星期给大家带来1966年的创意科幻片 《神奇旅程》 故事发生在美苏冷战时期 一名苏联科学家刚刚叛逃到美国 就遭遇间谍暗杀 科学家脑部受创陷入昏迷之中 为了救活科学家 军方研究部门找来特工格伦 希望他能利用军方最新研制的萎缩技术 和医生一起进入科学家体内 清除科学家脑部的淤血 林队医生向大家介绍了任务行程 他们将从颈动脉进入病人体内 然后顺着颈动脉上行 到达宁血块区域 清除血块之后 他们将从静脉系统回到颈部 外面的研究人员会用皮下注射器 将他们接出来 任务的交通工具是一艘核潜艇 上面还配有无线电装置 可以和外面取得联系 作为重要的一点就是 队伍必须在60分钟内完成任务 一旦超过时间 微缩技术就会失效 此时病人体内的免疫系统 就会清除闯入者 制定计划完毕后 一型五人便开始照单执行 他们进入到核潜艇之内 在射线照射下 潜艇迅速缩小 接着研究人员将缩小的潜艇 放入针管之内 潜艇在液体中不断下沉 这时光头医生却因为 幽闭恐惧症想要逃跑 不过后悔已经太迟了 之后潜艇随着针筒进一步缩小 研究人员通过注射器 将针筒内的液体注入颈动脉 核潜艇也随之成功进入病人体内 血管内的景观十分规律 领队医生看着眼前的景象 不禁感叹起人体的奇妙 潜艇经过短暂的平稳航行后 便遇到了团流 很快他们就被团流卷进了颈静脉 领队医生推测 应该是病人在患病期间 形成了一条动静脉楼管 所以他们才会偏离航道 现在他们无法再按原定路线前进 外头的指挥官短暂思索之后 决定让他们改变航线 转从心脏绕行 不过心脏的跳动随时可能毁灭潜艇 所以他们需要让心脏停止跳动一段时间 在高层的统一调配下 外面的研究人员用电机短暂停止了病人的心跳 里头的潜艇趁机开足马力 用最高速度穿过了心脏 不过很快潜艇就遇到了新的麻烦 在刚才的电机之中 潜艇损失了非常多的氧气储备 氧气不够的话 潜艇将没有足够的动力继续前行 更糟糕的是 打算用来清理穴块的激光枪 也在电机中被损坏 一行人决定先进入废炮 收集足够的氧气再说 几人来到潜艇外头 一番倒鼓之后 总算在废炮中收集了足够的氧气 之后为了修复受损的激光枪 格伦决定拆掉无线电装置 将上面的原件移到激光枪上 但是这也意味着 他们将与外面指挥部失去联系 为了成功完成任务 众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领队医生修好激光枪之后 潜艇也随时进入了病人的淋巴系统 这里有很多网状纤维 潜艇的速度被拖得很慢 为了及时赶到血块处 众人决定改走内耳通道 潜艇驶入内耳之后 三名队员下船清理粘在潜艇上的纤维 然而就在此时 外面的护士在取毛巾时 不慎将剪刀掉在了地上 随着声音传到耳朵 耳内的众人发生了震荡 女助理被困在纤维丛里面 队员赶紧上去将它救了出来 然而病人体内的抗体却纷纷缠上了女助理 队员将女助理带回潜艇 在众人的帮助下 女助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经过重重修建后 潜艇终于来到了血块处 而此时留给他们的时间 仅仅只剩六分钟 光头医生希望及时返航 但领队医生还是决定冒险一事 三名队员下船用激光枪开始清除血块 光头医生和导航员被留在飞船上 万万没想到的是 光头医生居然是敌方的间谍 他打晕了导航员 接着便驾驶潜艇朝病人神经撞去 格伦用激光枪阻止了光头医生的疯狂行为 接着便进入飞船救下了导航员 此时病人的白细胞也向潜艇袭来 众人只得弃船逃跑 现在要想及时撤到体外 就只剩一条路线 那就是靠近血块的视觉神经 外头指挥部通过射线检测到 潜艇还停留在大脑中 指挥官推测 众人要想逃跑 只能是通过视觉神经 他通过显微镜观察病人眼睛 果然在那里发现了几个小人 指挥官取来镜片 将几个小人成功揭了出来 随着技术实现失效 几个小人逐渐变大 这趟有惊无险的旅程 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这部影片拍摄于1966年 用当时的眼光来看 里面的特效还是蛮惊艳的 整个旅行的过程也十分严谨 恐怕医学生看了也要拍手叫好 此外人体缩小这个创意点 也被后面的很多电影借用 成了一个影响颇大的科幻梗 整体来说这部科幻片 还是蛮经典的 感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去看一下原片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星星 要是你点赞 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 变微缩人哦